HELLO 大家好,我是Ad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集的拉麵冷凍包开箱 这次我买的就是台北超级有名的 排队名店鬼金办 他们是从日本东京过来的 在台湾好像有三家分店 然后每一家分店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一家就是主要卖沾面的 然后另外一家好像主要卖拉面的 而且他家是曾经连续五年 然后拿到网友票选最佳拉面 因为就是买到真的很难得 所以我是把他家网购可以买得到冷凍包的四种拉面 就是不管是沾面拉面 或是现在这个限定的那种团骨拉面 全部买回家 这一次的分享我会分到上下集 这一集我们要吃的就是他们家 最传统的那一个鬼金办拉面 以及他们那个限定的博多团骨拉面 他冷凍包里面就是包括一个汤 然后一个角煮的叉烧 还有就是一个粗面 以及他的辣椒粉跟花椒粉 团骨拉面啊 他里面就是有一包 就是团骨拉面的汤 而且附两个细面 加上两片那个梅花五花的叉烧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煮煮看 然后待会我们就试吃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排队吃 好了现在就是水滚了 我们就先去热拉面的汤包 然后这个是那个原味的拉面的 这一次我就决定烫个豆芽菜 因为他们好像本店也会有那个豆芽菜供应的 出面现在煮了三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 细面就是跟我之前开箱的那一家一样 都是煮五十秒 好了现在就是两碗面都煮好了 我们先从就是比较清淡的开吃去 那个团骨的拉面 团骨拉面我只煮了 就是一丑的那个细面 煮完非常的多 我觉得就是它应该是给两人份的吧 但是才一百九十好便宜哦 我们先试试看 就是团骨拉面的那个汤头 好浓哦 就超级浓的感觉 就是那种浓到要加水的那种 好夸张 它是超级浓郁的那个团骨汤头 好我们尝一下它家的那个细面 它家细面跟上次开箱的那个又有点不一样 像是那个鸡百汤拉面它的那个细面是更细的 这家的拉面其实算是细面更 就是比之前的那个细面更粗一点 因为汤头非常的浓郁 就是你把 就是你把那个面啊夹起来 然后放进嘴巴吃 然后它整个汤是巴在那个面上面 就是你一口吃进去 是完全整口都是那个团骨拉面的味道 很喜欢看戏啊 对啊 而且它给的那个拉面厚度就是 就是很厚不是外面的那种薄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超级厚的好棒喔 吃这一片啊 刚好上面就是片比较瘦肉的 然后下面是肥的 然后我刚刚就是有咬到一点点的那个肥肉 那肥肉是完全就是抿起来就是化掉 然后那个肉就是卤得很入味 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干彩的那种 然后吃起来就是你吃那瘦肉 但是你还是可以咬到那个油脂 哦我觉得就是这个好浓 还好我有就是另外烫的那个 就是豆芽菜 然后吃一口面呢 然后刚好就是再吃一口豆芽菜 就非常的解腻 就是这种浓到就是完全可以加水 然后煮两碗的那个感觉 还是我错过了他的那个说明书 就是其实这个是要加水足两碗的 哦这个好吃耶 这个我要再买 好难得吃到那么浓的豚骨辣面 然后我们吃下一个 我们吃下一个辣的 你自己好想要不吃吃 对啊还是你要坐过来 好了现在就是我女儿 我女儿Hannah也在一起 因为其实本来她是坐对面的 然后她一直很想要讲话 就是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通常还会给她个鱼子 然后我们现在试的就是 她店里面主打的拉面 就是那个鬼金拌拉面 她们家是那个味噌拉面 听说有名是因为她们用那个 四种味噌然后做出来的 也是我们先尝一口汤头 她家的汤头啊也是就是非常的浓郁 她家的汤头非常浓郁 怎么说呢 吃起来有点像那种非常浓的 麻婆味噌酱的味道 就是麻婆豆腐加味噌酱的那种 那种汤底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是就是花椒粉跟辣椒粉都还没有下的 我先尝完原味的我待会再下 然后我就先吃一口面 面好多哦 好大碗哦 她这个拉面的那个是粗面 酥面很好吃 在台湾我通常吃拉面啊 她们给的通常都是细面 可能就是这边的人喜欢吃细面 但是其实我是非常喜欢 拉面就是吃粗面的 她家的粗面就是摇起来 非常有弹性的那种 她是比较算是扁框面的感觉 你摇起来就是那个面啊 尽管那个面那么粗 但是你摇起来就是 她汁还是完全可以 扒在就是面上面 虽然有点像麻婆豆腐拌面的感觉 吃一口那个豆芽菜 我只是泡上去一下下 但她完全就是吸着 上面的那个油跟那个醬料的味 就咬进去就是那个 那个味噌味就是非常的香 我们现在就吃她附的那个角煮叉烧 你看那个叉烧 你看那个叉烧就是超级无敌厚 而且还有软骨啊 我要咬一口有软骨了 它就是卤得很香 就是跟那个糖果辣面比 它这个是就是味道卤的 就是更浓 醬油味更重的那一种 而且它那个软骨不算是入口即化 就是它咬起来就是还是有咬感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而且它肥肉不多欸 就是你其实咬不到太多肥肉 我觉得就是肥瘦 肥瘦是刚刚好的 我给你闻一下 好香对不对 是呀是呀 对啊然后它肥瘦就是非常的香 然后就是很好吃 还好我们只煮了两碗 就是如果煮四碗真的吃不完 它的量就是 之前我开箱的那个鸡白糖 就是多很多可能是1.5杯 它的面量 真的我觉得煮两碗可以给三个人吃 让我吃一口 哦好香好好吃哦 好期待哦 我想今天晚上或是明天都想要开箱下一个 这怎么那么好吃 而且啊 你们让它们那边买 真的要尽早买 它们出来是要买了 因为这个叉销啊 其实你可以加购 又多买一个 但是就是每次出来都超级长寿 就是你暗中没了的那种 所以这一块就是它本来送的 但是如果你要另外再买的话 就有点得来不易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 辣椒粉跟那个麻的粉 加一点下去 辣椒粉 花椒粉都加下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再尝一下那个面 其实不辣 就是它主要是 椒丸是那个花椒香很明显 是真的完全不觉得啦 就是香而已 哦 它现在那个蛮麻 舌头麻麻的那个有点出来了 但是还是还可以接受 就不会到这时候那种 啊受不了了 我整个味道什么都尝不出来的感觉 可以 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 它的辣度啊 就是在店里 就是你可以点啊 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你想要吃更辣 你好像还要另外再买 他们家的那个辣椒粉 你去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 就是好像辣椒粉跟花椒粉都可以夹 哦 我觉得这一家真的好吃 好啊 以上就是我 拉面冷冻泡开箱 第二集 鬼金瓣的上集 我们还买了粘面 跟另外一个特浓的 我们下集再开箱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看啦 拜拜 拜拜 好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 拜拜